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热气的原创影平今天是Hero龙生 《哪个龙毛》 让大家谈谈刚刚看完的《Ghostbuster After Life》 没错 捉鬼禁死队的未来世界 其实我觉得这部影片是 今次的班底是父子档 是的 导演是两父子 没错 导演交给原祖 即是Ivan Reimann的儿子 Jason Reimann 其实我觉得电影风格方面 会似是他儿子的风格 因为主调很多时候 都是放在人情味方面 是的 非常有人 讲回主族才发现 其实影片安排都蛮特别 因为你看到差不多两个钟头的内容 但是很多时候 前半部分 差不多是用了九十分钟的时间 其实都是铺垮了一些人物关系 即是那些细节 还有我觉得有一样东西要赞 就是小演员 就是McCain Grace 几个小演员都不错 其实我记得 那个女主角 就是那个小妹子 之前我深刻印象 就是当年她和美国队长 做的那套天赋的礼物 其实那套片也挺长的 那时候很小 很小 但其实今次再看一回 也发现她不单是演技 是相当成熟之余 我觉得那九十分钟 她带着观众去 进入一个Ghostbuster的宇宙里面 其实有一些都没有冷场 全片都是看她 没错 当然还有她的伙伴 肥仔 没错 肥仔其实也挺长的 但我觉得她有心打造一个年轻版的Scream Queen 因为之前她的舊装 譬如说对上一套 Anabelle 第三集 其实她也占到几重气氛 我发现她也挺喜欢做恐怖片 但其实我觉得这部片 风格和之前都相差很远 因为今集我觉得 无论是Jump Scare的元素 或者是猪鬼元素 其实安排到有些新的不同的玩法 是 没错 其实一开场 那个气氛是非常之好 又是那种让你不知道 所有的东西都不出现 但是用一些气氛来搞出来 让你追下去 我们在预告中看到 那些动作元素 很多时候去到尾 一口气爆发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安排 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会令影片太重复 所以将所有的铺层 放在最终章 但其实有一个位置 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玩法 就是今集铺的人物相当势力 我觉得今次是走出了 《Ghostbusters》系列的通俗元素 反而将人情味加重了很多 没错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心 是要看这部影片 我觉得可能会放下之前的前置 因为今集我觉得 最主族都是放在人物的素材 包括家庭人物的联系 疏离和破冰的感觉 都是Jason Reitman 最拿手的地方 我觉得这部影片也是看到这部份 而且这部影片 我觉得最尾 有些彩蛋 或者是有点点雷光 最尾的那部份 那个action 还有些最中章的位 我想无论是老英迷 或者对这部影片 稍有认识的观众来说 我想最尾都挺触动 是的 因为我20岁就看这部影片 37年前 不是 37年前 我都差点忘记了 其实我们不剧头 但是我想大家知道一些历史性的东西 第一套走出来的时候 1984年 其实有很多故事 在他后面 比如这个编剧 又是主角 Dan 原来他的家族真的是捉鬼 因为他的真祖父 在1880年的真祖父 原来他是一个叫做 寒魔鬼会的一个主路 他认识很多捉鬼的东西 也认识了很多捉鬼的通灵的人 于是乎做了很多彩虹 去到他父亲叫Peter 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鬼的历史 所以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桥段 有这个构思做一出这样的电影 但当初不是喜剧 去到另一个片剧 和导演 就是Ivan 想到将一些喜剧元素加进去 我认识这部片会给多少分 我觉得有75分以上 75分以上 我会比较高分 我觉得是7.8分以上 因为我觉得是 以一个非商业片的手法 去打造一个新的捉鬼感死队鞋 我觉得也挺新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抱着 要细微剧情的心体入场 我觉得这部片也有一个新的玩法 是啊 可能下星期 看看会否有什么新更新 如果有的话 我就会做多一段详细的影评 去再刷解这部电影 好 今集大致上来了 如果大家喜欢影片 请点赞,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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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按赞,按赞,按赞,按赞 按赞,按赞,按赞,按赞 下一集好约再见 好,拜拜 拜拜